首先让我们展望一下2014年的全球经济 2013年已经接近尾声 年底正是企业忙着做预算的时候 要将明年收入利润增长目标定在什么水平 恐怕首先还是需要对整体的宏观经济形势有个预判 放眼全球经济在过去的五年间 发达经济体疲于应对金融危机留下的烂摊子 新兴经济体则顺势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行 在即将到来的2014年 这样的格局还能持续吗 一起来看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 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增长仍处于低速 而且增长动力正在发生转变 新兴经济体不再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发达经济体增速回升 回归拉动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位置 报告预测 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平均为29% 低于2012年的3.2% 2014年将上升到3.6% IMF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增速放缓 一部分是由于大衰退之后采取的刺激措施逐步退出 而另一部分则要追究到新兴市场自身的结构瓶颈 除了IMF 其他许多机构也认为 世界经济格局正在转变 美国的经济复苏自然是好事情 对全球经济也是一个促进 不过随着经济向好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提上日程 而QE退出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可能动荡 成为2014年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 实际上QE退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在今年下半年已经有一次预演 今年8月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泰国等新兴市场股市普遍下跌 货币贬值 套利资金疯狂逃离 担忧亚洲金融危机在线的情绪弥漫市场 而这一切的导火索 正是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 预期升温 与此同时 欧洲的境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随着2014年的临近 欧元区经济最大的事情 无疑就是欧洲央行对欧洲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评估 以及随后开启的欧洲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 由于欧洲的经济对银行体系的贷款过于依赖 因此 银行系统的承压势必会影响经济的复苏 IMF还在世界经济展望中 对中国经济做出了预测 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小幅减速 增长率将从今年的7.5%下降至2014年的7.25% 出于对金融稳定的担心 以及对实现更加平衡和可持续增长的期望 决策者没有采取刺激措施 总的来说 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一系列的转型和增长模式的重建 这样的过程必定伴随着诸多不确定因素 看来2014年恐怕又是一个多势之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他已经说了 这些部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